今天来吃个瓜 还记得荒野大标客救赎二里的反派 平克顿侦探吗 受雇于铁路大亨 一路追杀主角团 挑拨离间 绑架妇孺 手段很没有底线 属于是脸谱级的资本家鹰犬 十恶不赦的合法暴力集团 之所以现在提起他们 是因为我看到了这样一个新闻 万智牌的发行商 威士智公司 不小心卖出了未发售新卡 为了从买家手里拿回这些卡牌 他们竟然雇佣了平克顿侦探 用了上门威胁 骚扰邻居家人这样的手段 迫使对方交出卡牌 等等 对付一个臭打牌的 威士智没有打电话 没有发律师函 也没有报警 而是选择了平克顿侦探 而且平克顿侦探竟然是真实存在的 是真的也就罢了 这个19世纪的组织 竟然现在还在作孽 竟然还有官网 阻止过总统暗杀 人数一度超过美军 甚至被美国专门设立了一个 反平克顿法来整顿 这个神奇的平克顿侦探社 果然跟我们最熟悉的 毛利侦探事务所完全不一样 跟大标克里刻画的倒是一模一样 是拿钱办事的私人武装集团 平克顿侦探社 创立于1850年 到现在也是超过150年的老字号了 创始人叫Alan Pinkerton 苏格兰人 职业是孤木桶 孤着孤着孤到了美国 又孤着孤着木头不够了 在给木桶找木头的时候 他意外发现了一个造假币的营地 就这样破获了一起大案 还当上了当地的荣誉警探 于是他开始琢磨成立一个 私人警察组织 平克顿国家侦探社 logo是一个邪恶的大眼 竟然不是木桶 初心都忘光了 平克顿侦探社的成立 其实是很符合当时的市场需求的 19世纪50年代的美国 还在不断吸纳领土 那时的司法面临着一个巨大问题 州自治 导致当时的罪犯 只要逃离他犯罪的辖区 警察就没办法了 这个问题在铁路上尤其严重 美国刚刚繁荣起来的大量铁路 经常要穿过多个州 甚至会经过没有任何州的三不管地带 领土每天都在扩张 州的警力不管用 要怎么才能对抗罪犯 这时候就需要一个能在全美活动的武装警察了 平克顿就是看中了这个缺口 成为了FBI的前身 区别是他只服务有钱的人 饱受强盗困扰的铁路大亨 就是平克顿最早的大客户 不过让平克顿真正发展起来的 也是他们最著名的战绩 1861年的林肯刺杀案 平克顿在调查铁路工会活动的时候 发现了刺客的线索 目标指向正要前往华盛顿宣誓就职的林肯 Alan Pinkerton安排林肯提前半天 坐夜班火车出发 还派出旗下最强的女侦探凯特沃恩护送 成功逃脱暗杀抵达华盛顿 这一战 平克顿侦探社彻底出名了 现在去他们的官网看 首页还挂着艾伦·平克顿和林肯的合影 而且因为女侦探在火车上全程警觉 一直没睡觉 侦探社也顺势打出了他们的经典slogan We never sleep 平克顿永不眠 不过两年后林肯还是死于刺杀 在随后的南北战争中 平克顿侦探也受到了林肯的重用 担任北方军的情报机关 卧底南方军队刺探军情 南北战争结束后 就到了平克顿侦探最活跃的时期 也就是大标科2游戏剧情发生的19世纪末 可以说是相当写实了 因为现实中的西部牛仔们 也是一时抢资本家火车一时爽 一直抢一直爽 受害资本家们就只能雇佣平克顿侦探来以报制报 这也是平克顿最庞大的时期 最多的时候他们有2000个探员和3万名后备人员 比美国常备军人数还多 到这里你是不是会觉得 平克顿侦探社也不算很坏嘛 但怎么可能呢 不受控制的暴力集团做事可没有下线 在追捕著名强盗詹姆斯兄弟的过程中 平克顿侦探向两人母亲的家里投放了炸弹 炸伤了老母亲 炸死了亲弟弟 这可比游戏里的平克顿侦探 打击主角团的手段还要脏 还有就是对工人活动长期的监视和暴力镇压 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一系列全美罢工事件中 他们充当着资本家的眼线和爪牙 破坏工人们维护自身权益的罢工行动 还会作为间谍潜入工人队伍 做些打砸抢的暴力行为 来抹黑工会 肆无忌惮 无法无天 就没有人能收了这平克顿侦探吗 1892年 在美国宾州的钢铁工人大型罢工活动中 300多名平克顿侦探向工人开火 双方激战最终导致十几人死亡 这次重大流血事件 让平克顿受到了社会各界严厉谴责 美国国会终于推动立法 通过了反平克顿法 专门限制政府雇佣私人调查员 接不了政府单子的平克顿 像强盗牛仔一样 转移到更混乱的西部 接有钱人的单 到了20世纪 FBI CIA这样的调查和情报机构开始建立 自然就不需要平克顿这样的野生执法团伙了 于是平克顿侦探社逐渐把重心放在了安保领域 1999年被一家瑞典安保公司收购 并经营至今 现在的名字叫平克顿咨询和调查公司 用他们自己官网的话来说 主营业务叫做综合风险管理 挺会包装的嘛 其实吧 一百多年过去 很多事情变了 但也没变 现代平克顿服务的对象还是有钱人 以前是铁路大亨 现在据说是亚马逊 谷歌 脸书这样的大公司 以前是保护火车货物 抓强道 渗透工会 现在是保证货物的安全运输 防泄漏和渗透工会 比如 他们会潜伏在公司附近的咖啡厅和餐馆 偷听员工在聊些什么 还有一开始提到的威士士公司 其实屡次雇佣平克顿侦探 追回发行前泄露的卡牌 最广为人知的 是2020年亚马逊被抓到 雇佣了平克顿来监视员工 是否在成立工会 虽然平克顿替资本家们干了不少脏活 一直游走在法律的外面 但事情到了自己的头上 倒是想起法律了 我们只是在线了真实历史 然后一手反诉 列出长长一串 涉及平克顿侦探的虚构作品清单 比如 《生化骑兵无限》的男主角布克尔 设定是平克顿侦探社前探员 经典电影泰坦尼克号里 监视Jack和Rose 并汇报给Rose未婚夫的那个保镖 设定也是前平克顿探员 这个彻头彻尾的大坏蛋形象 看来早已深入人心 平克顿被赌得没话说 放下了法律武器 乖乖撤销了指控 当然也不是所有文艺作品里的 平克顿侦探都是坏人 2014年出过一部非常正经的 同名探案电视连续剧 The Pinkertons 讲述创始人艾伦·平克顿 凭借出色的探案能力 建立侦探社 培养世界第一位女探员 并从邪恶的强盗牛仔手里 保护货物的故事 只不过这部电视剧 是经过平克顿自己授权 并提供材料拍摄制作的 评分6.6 显然走入现代的平克顿公司 很想摆脱这个过于负面的形象 但看目前的状况 他们应该不可能摆脱 继续在各种游戏和影视作品里 单纲反派的命运